民進黨遇到了日本 它本來就是雙重標準 遇到了日本就有點像 董哥講的那個味道 我們來看看 民進黨說要幫 要爭取應該爭取的認罪 那我們就看民進黨有沒有雙重標準 民進黨在轉型正義 在對國語日報 在對互聯會 在對救國團 在對國民黨 多強烈的要求 如果他有用 他們對抵討這些的十分之一的力量 去跟日本要求 我就很感動了 有沒有在做呢 你自己想想看 剛剛 所以他不評論對不對 請你各位回想一下 不抗議 對 不是 當初 當初民間的國民黨 做個衛生物的同向 誰在抗議的 誰在臉書上面說 這位皇太太日的 不敢抗議台灣的民間團體 不敢抗議日本的民間團體 而且用 等於駐日代表的身分 去講說這樣會傷害兩邊的感情 那今天 等於你實驗這個動作 不會傷害我們跟日本之間的感情 當然會傷害很嚴重的感情 這個時候不會評論 我想講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如果民進黨 老師說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人民眼睛會慢慢慢慢的看清楚 反正上去 跟我一起來大學 來大學